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第二阶段产品画术片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基于产品画术的TDS 产品画术技巧的痛点片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主播经常常用的痛点画术 它也是实际上在生活中特别好用的画术方式 能一下把你带入到一个什么场景里面 让你充分的去感受到这个产品 你不买不行 学完这节课大家会学习到 第一个什么是TDS的画术体系 也是我们教给大家很核心的画术拆解的方法 第二个产品卖点的提炼方法 一个好的产品卖点 它到底应该怎么提炼 作为一个主播 我们应该如何去找什么样的方法 包括痛点又是什么样的提炼方法 然后最后场景画术的撰写和性价比画术的撰写方式 别再傻傻的 只会提一个场景 或者说只会说我们这个好 我们这个比他那个好 这一些所有的话术的方法 是大家学完这一节课即将获得的 那TDS的画术技巧它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还是回忆一下产品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介绍 我们做的哪两件事 一定不要忘了 产品介绍尤其只有两个部分 也就是把卖点说清楚 把价格说清楚 但是这个过程里 你看很多大主播和普通主播的差距就拉开了 那些大主播蛇餐莲花一样 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感觉很有道理 很想去买 但是普通主播说完之后 你没感觉 这个的根本就在于TDS的画术技巧 那TDS分别都是什么 朋友们来看第一个 T是痛点 D是对比 S是塑造 我们也是取了首字母 形成了一个TDS的画术拆解技巧 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那些大主播 他在介绍一个商品的时候 他看似好像很随意的说出了很多话 但实际上同学们 他的每一句话都有迹可循 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 而就针对于痛点 我们去拆卖点 针对于对比再去拆卖点 用塑造的方式再去拆卖点 包括用痛点的方式拆价格 等等等等 这几个复杂的排列组合 能组合出六大话术 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 像有很多主播 他会提到一些场景 那你第一时间就感受到 这个产品在我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把你带到这个使用场景里 包括优势话术 我们这个产品 他比别的产品好在哪 包括通过塑造的方式 塑造卖点的方式 把你这个产品进行升为的 升为画术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对比的性价比画术 和比价画术 和价值画术 那这些画术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以及都应该如何深入人心 那在这一趴呢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一讲 场景的画术和性价比画术 你在讲场景画术之前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画术 一个完整的画术 我们要打根基 根基是什么 所有的主播都要很清楚的知道 卖点从何而来 痛点从何而来 那只有做到这两个点 我们才能很好的介绍出场景画术 那我们就来先给大家讲一讲 卖点的提炼方法和痛点的提炼方法 第一个 卖点的提炼方法 这里呢 引用一个FABE的卖点提炼法则 这个也是国际通用的销售法则 这四个点 只要大家完整的去记住 然后根据这个FABE的模型去拆 你就能把你的产品形成很多客观的信息 第一个叫特征 特征是一般指一个商品 比如说成分 规格 材质 做工 外形 设计 口味 产地 等等 这些东西是一个产品的客观事实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就像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一样 这里边写的啥 就是它的特征 那很显然 这些根本就不是完整的卖点 对不对 用户也听不懂 有很多像我们平时买衣服 没有人真的关心你这一件衣服 到底是聚脂纤维 安伦等等材质百分比 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以及都干嘛 大家不清楚 那第二个是优势 也就是优点 优点呢 比如说不同的商品 它有更保暖的情况 对不对 有一些材质比较特殊 它更结实 还有一些东西呢 像什么婴儿奶嘴 它更安全 那这个就是基于特征的冰冷的商品属性 它有哪些优势 这些是优势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是这个产品的利益 利益呢 这个部分是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 因为有很多的主播 在介绍商品的时候 它的话术就只到了优点的部分 就只说我们这个产品好 但是利益是什么 是我能带给你的价值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款跳绳 跳绳的基础材质是什么 是这个24克尼龙绳 那它的优点是更轻便 更结实 那这还没完 如果来到利益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 你如果要是用我们这块绳呢 你在家里跳绳的时候 不会吵到楼上楼下的 这个不会有这种声音 因为它很轻便 它没有任何的噪音 那这个就是基于优势的利益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一点利益一定不要忘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证据 证据是什么呢 证据就是你如何让他快速的相信 你刚才说的F A B 所有东西都是真的 那你像我们一般直播间里主播为了展示证据这个部分都会给大家看 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评的截图 或者看一下我们这个检测报告 或者看一下这个这个或者现场做一个什么样的试验 这些都是能直接让用户直观的感受到的证据 但是啊这个F A B 卖点的提炼法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最终它要形成关键词 因为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自己在购买所有的商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最后再听完 你肯定记不住主播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卖点 对不对 在你脑海里能打动你的尤其只有那一两个点 而那一两个点你顶多能记住的只是几个关键词 比如你记住啊 这个商品它它它这个太轻了 对吧 非常轻啊 那个商品的质量很好 它满足了我的要求 所以说在信息罗列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给到关键词 把所有的卖点都形成关键词深深的印到别人的脑海里 这样所有的用户才能更好的形成下单的购买决策 那给大家看一个事例啊 卖点的提炼方法 就拿我们这个左侧这个羽绒服来说 那它的特征是什么 90白牙绒 三房面料 设计剪裁修身 长款 那它的优势是相较于八零绒 那90绒相较于八零绒 它要更保暖 然后更加的柔软 透气啊 更耐脏等等 更时尚 它能给用户的价值是什么呢 它性价比高 对不对 买着划算 然后呢 穿着舒服 不用频繁的洗 包括它的保暖效果 那给用户的价值是 零下三十度的这个天气 它也能不冷 以及它能 它是长款 它能遮到这个膝盖以下 膝盖暖和 那最后证据 可以怎么看呢 比如说拆开融看 包括酱油 它不是三房面料吗 酱油直接洒在上面 给它 大家直接做一个实验 或者说形容它很轻便 从这个高处直接往下落 它落得很慢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是证据 基于这些FABE所有的模型 拆解出来的这个卖点 那我们要形成关键词 几个关键词 作为主播呢 它也更好记一些 我们在这一场直播里 介绍一个产品的时候 只要记住几个词 它的特点 第一个 轻薄 遮过膝盖 三房 抗寒 90白亚绒 性价比 等等 这几个去延展 第一 用户也能记得更清晰 第二 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也能记得更清晰 那这里啊 记住FABE的模型 相信大家呢 也能学会了卖点的提炼方法 来 给大家一秒钟时间去截图吧 把这个图可以截下来 OK 那以上是卖点的提炼方法 后面呢 是痛点的提炼方法 说到痛点呢 非常的有趣 因为痛点 往往有的时候 比卖点来的 更要能深入人心一些 比如说你像 我说到这里啊 提到一个想法 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在网上刷刷到一个观点 说你看那个在餐厅里经常有很多小孩啊 在乱跑 对不对 服务员如果说正常的这个不要跑 那很多小孩可能不会听 或者跟家长说这个这个不要跑 但是如果你说哎呀 那个这位家长请看好你的孩子 因为那个我们这边这个火锅 锅这个比较烫 这个水一旦倒下来之后伤害到孩子 这个就不好了 对不对 那其实你看上家长们在意识到这个事对我们有伤害 或者说在意识到这个事吧 真的这个这个很有必要去规避 那只有这样的方式 他可能更深入人心 那痛点也是很多主播经常在使用的方法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啊 痛点的提炼方法 很简单 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卖的商品的受众人群 这些用户是哪样一群人啊 他到底是说宝妈群体啊 还是这个都市白领 还是有车一族还是精致男生啊 还是乡村奶奶 那对应的这些用户 我们去想象 他们在买我们这个商品时候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如果作为一件衣服的话 哎 他们不同的身份 那可能是有一些上班族 他是通勤啊 有一些这个时候 他使用场景啊 他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啊 在早餐的过程中啊 包括在办公 在日常出席活动等等不同的情况下 那这些是使用场景 那基于用户 我们在想象出可能的使用场景 在这些场景里 他都会遇到哪些问题 这些就是痛点 比如说啊 我们以这个还是这个 这款羽毛服为例 那用户呢 就是18到35岁的女性群体 都市白领 那他使用这款商品的 使用场景一定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冬天抗寒用 对吧 还有一个上街穿搭 我为了好看了 上街穿搭 那依此形成的痛点是什么呢 他平时生活中 在这两个场景的情况下 第一个 东北零下30度 这个羽毛服的抗寒能力弱 对不对 那他如果冬天抗寒的话 他一想到自己穿的羽毛服很冷 那这是一个他的痛点 另外一个 一般的羽毛服不够长 他动腿 他还是他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女孩都爱美 这个冬天也不穿秋裤 下身本身就很冷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短的羽毛服 肯定他下身是很冷的 那这也是他生活中遇到的痛点 那包括上街穿搭 那现在女孩因为爱美 所以说他不想显得那么臃肿 所以说真的有很多女孩 在冬天的时候 为了衣服显得不臃肿 他甚至都不穿羽毛服 那如果一款羽毛服 对吧 他穿起来没那么臃肿 还挺好看的情况下 那可能这个就解决了用户的痛点 所以说基于卖点和痛点 我们提炼的场景化术 这几个的关系是什么呢 记住一句话 就是要解决很多用户在他的使用场景中的痛点 因为你在生活中 你抛出了一个问题 你抛出了一个痛点 而我们的卖点也就恰好能解决他的痛点 那只要这样的情况 才会提高他的下单几率 那我们来看一看 基于卖点痛点下的场景化术应该如何说 首先他的卖点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提炼成了关键词 对吧 那他的痛点我们也介绍完了 那整个的场景化术应该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有姐妹一到冬天就不会搭配 对不对 那他会想象到很多女孩 站在这个这个衣橱前掐着腰 不知道怎么搭配的 显得很窘迫 对不对 然后第二句 穿上很多羽绒服还怕臃肿 而且你还不小心 口红直接就把这个这个衣服就给弄脏了 弄的哪一块都是 显得特别特别不好看 那这款羽绒服真的是女孩们冬天必备的这个神器了 你看整个的设计 它是一个黑色磨砂的设计 它很耐脏 对不对 同时呢 采用了一个三方面料 酱油和什么什么这个脏污啊 溅上去都不用怕 而且一个冬天洗一次就行了 在这里其实都是他的使用场景 因为有很多用户呢 你会想象到 我这个羽绒服是不同的这个面料 我得经常去洗 洗完一次还挺麻烦的 好几天都穿不了 对吧 那你看后边接着来 姐妹们出去玩 你里边呢 随便穿啊 你这个直接到时候披着他出门 从头到膝盖全能给你妥妥保暖 是不是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都采用了这个90白鸭绒 东北的姐妹你能穿到零下30度都没问题 那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说他生活中穿着这个羽绒服的使用场景 那这个就是场景话术 而场景话术也是所有的头部主播经常会用到的话术 因为这种话术 它能让你第一时间想象到你使用这个场景的情况 那它是最高效的 最快速的 它能打动你的方法 能让你能产生联想 而不是说完之后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 那场景话术给大家讲完了 第二part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性价比话术 性价比话术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啊 这种话术呢 是最直观的能体现出价值的话术 什么意思呢 你像我们其实正常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买个东西 我们都会去衡量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 对不对 它到底是因为我们人性的根本都是想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 或者说有很多主播他会告诉你 生活中平时大家不舍得买那个 对不对 那在这里说一个扎心的 其实每个人基于价格的通点 尤其只有一个就是贵 朋友们 因为有一些商品它贵 它就是通点 我们就是不舍得买 或者说甚至买不起 我们望而却步 因为它贵 所以说基于价格 价格的卖点是什么 是直播间里价格的优势 那同样 基于价格的痛点 我们就只要解决他觉得贵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能解决他认为贵的这个问题 那就是性价比话数 我们来看一看 性价比话数应该如何说 那在价格上 原价3980 直播价980 痛点贵 那形成这样的性价比话数应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来我们这件羽绒服 90白鸭绒三仿面料 对不对 你看市面上你买一个泥大衣 买一个冲锋衣 好一点的冲锋衣 是不是都得两三千块钱 咱们这款羽绒服 门店的价格 你看看3980块钱 那咱们今天直接在直播间 我能给大家破价 四位数都不要了 直接三位数给到大家炸了 那这样的完整的一段话数 它其实突出的是什么 是性价比 它从头到尾比了两件事 第一个 它先是怎么对比 它先是跟市面上的其他的品类的衣服 对不对 你买羽绒服 你也是为了保暖 那市面上你买一个泥大衣 或者好一点冲锋衣 都得个两三千了 这个本身让你知道 我这个东西横向的对比的话 我很便宜 对不对 我让你觉得没那么贵了 我先给你一个很贵的东西 让你觉得我这个东西很值钱 这个就是很多主播都在常用的性价比划术 它让你觉得生活中的一些商品 你觉得很贵 你觉得买不起 你回忆一下 当时我确实有点舍不得 而现在你不用舍不得了 咱们这个价格比以前你认知那个价格便宜很多 解决了你的痛点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主播都在用的性价比划术 那以上呢 是性价比划术和场景划术两种划术 那第二环节 大家别忘了开价上价 因为介绍完这两款划术以后呢 尤其是在性价比划术 因为性价比 它是经常要提到一些价格 对不对 接到价格 我们在直接上价呢 会更顺理成章一些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个产品 在我们的话术里面 再加入开价上价的环节 这里边是什么体现呢 基于刚才的话术 我们看开价上价 来980 来980块钱 给咱们所有喜欢的姐妹们上30单 好不好 姐妹们呢 直接拼手速 来321上链接 一号链接刷新去拍 它其实给了一个指令 对不对 加上这个开价的环节的说法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 讲解画书呢 还不够 一定还要记得第三个环节 就是穿插互动的环节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穿插互动的环节 又加了哪些 我们把刚才所有的画书串联起来 结合场景画书 结合性价比画书 结合开价 再加入互动是什么呢 比如说先问大家 有没有姐妹们 一到冬天就不会搭配的 一穿羽绒服就怕臃肿 对不对 然后怕羽绒服不耐脏等等 有这种情况的朋友 咱们打一个勇 这样先引起跟大家互动 包括在中间再加入互动 你看这么一件好的羽绒服 是不是 然后说了很多 来再喜欢羽绒服的姐妹们 打个喜欢 我看一下有多少喜欢的 然后要是喜欢的姐妹多 我今天直接给大家破价 然后下面又说了 我看到了有30个姐妹喜欢了 那这样吧 我们给这30个姐妹安排一下订单 所以说无时无刻都要拉互动 而互动放在这个完整的画术里 其实体现就是这样的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同学们 基于场景画术和性价比画术 加在一起呢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讲解结构 那这个4加1结构里 其中的产品结构 再加上开架结构 再加上互动结构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讲解 那这样的一个讲解 够不够呢 够了 但如果你还想把它介绍的更好的话 我教大家一个隐藏的办法 叫设置悬念 设置悬念是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 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介绍产品开始之前 我们要尽可能的留住 或者说要让所有直播间里的人 要更期待我们这个产品 比如说在我直播间里 被我憋过单的朋友 你们经常会听过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来今天所有直播间里的朋友 我是我入行以来 我讲了干货 今天是最干的一次 而同学们 其实你会发现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不是为了骗大家 而是给所有新进来的用户 设置一些悬念 他会觉得 我今天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我今天讲的这个干货 我赶上了 对不对 而且是最干的一次 包括有很多的带货主播 包括有很多的带货主播也常见的一些话 比如说我会说 来同学们 我们今天一会儿给大家上这个品 我跟你说 它真的太好了 所以说同学们 加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 我们加了设置悬念 然后融入了互动 然后讲解了场景话术 再融入了互动 再介绍出我们性价比话术 最后开价上价 它形成了一个小部分的完整的产品疆解 最后的呈现就是这样的 讲到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四加一结构里 二加一的结构 一直到开价的所有的话术的呈现 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姐妹们 姐妹们 接下来这个产品 我相信是咱们家的王榨了 而且我一会儿一定会给咱们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 可不可以 来我问一下直播间里所有姐妹们 有没有咱们一到冬天就不会搭配的 而且那个羽绒服一穿显得特别臃肿 是不是 特别难看 而且还有一些姐妹那个特别不小心 经常容易把口红就把衣服给弄脏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姐妹 有的咱们打个有 姐妹们 这款羽绒服一定是大家冬日必备的羽绒服 它整个采用的是一个黑色磨砂设计 特别耐脏 而且它采用的是一个三方面料 这个面料你平时什么咖啡啊 这个什么酱油啊等等滴上去 你都不用怕 它都不会脏的 就这种羽绒服它一个冬天只要洗一次就够用了 而且姐妹们冬天咱平时穿不是怕臃肿吗 这件羽绒服你不用怕了 你里面随便穿 穿多少都行 你不用怕冷 外边只要披上它 从头到脚 妥妥保暖的 因为咱们这个羽绒服它采用的是90白鸭绒 要知道90白鸭绒它的保暖效果非常好 这款羽绒服是东北的姐妹 零下三十度穿 没有任何问题 不会冷 而且它还是三方面料 还是过期长款姐妹们 还是90白鸭绒 这样 今天这件衣服 我放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 可不可以 这样啊 所有喜欢的姐妹们 喜欢这件衣服的 在评论区打出喜欢 我看到有多少个喜欢 我们直接给大家今天破价 好 我看到大家的热情了 有大概三十多个姐妹们都打喜欢了 对吧 这样姐妹们 我也跟大家说实话 咱们平时到线下去买一件毛泥大衣 买一件冲锋衣 怎么都得两三千三四千 对吧 而且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商品的吊牌 线下门店 3980块钱 对吧 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直接给大家破价 行不行 四位数咱们也不要了 咱们就给大家980块钱 三位数的价格 你拿回去穿 这件衣服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姐妹们 来 这样 980块钱 这样 后台准备好了 给所有喜欢的姐妹们 咱们安排一波 好不好 来 3 3 2 1 980 30单库存 上链接 今天这里所有的话术就是基于我们TDS的话术技巧的痛点的部分 我们通篇其道的基本上全是痛点 在未来的直播脚本的时候你要看自己的卖点F A B E这几个部分梳理出这个所有的卖点然后整理成关键词 第三个呢是痛点的方法 提炼痛点的方法就很简单了 我们去找到我们的产品的用户 我们知道这些用户并且想象我们目标用户在这些他平时生活中的使用场景里 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他能遇到哪些情况 那下一个部分是场景化书的算写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主播都喜欢做的场景化书的营销 提到一些你生活中的场景 然后作为痛点 作为用户你想象的生活中我确实会遇到这个问题 而你的产品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能就会更多的激起我的购买欲望 那最后一个是性价比划书 那这种划书呢也是基于价格的痛点产生的划书结构 它包含的结构呢包括制造悬念 然后我们再加上互动再加上开架环节 它的重点就是为了解决用户贵的问题 这里是我们今天所有痛点划书的部分了 在这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截图 给大家三秒钟去截图 未来你在忘了可能某一个部分应该怎么拆解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解释 然后提醒一下自己 那最后呢给到大家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也是一个痛点画书撰写的表格 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部分 包括最开始的设置悬念的环节 然后如何加入互动 如何做场景画书 然后再如何互动 如何做性价比画书 最后开架上架一个完整的画书表格 那未来大家自己也根据自己的产品 往里按照框架去填补就可以了 好吧 那今天这节课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